第四题 我们来看第四题 已知座标平面上两点 A点座标4-1 B点座标72 及一直线L方程式2S加5Y-12等于0 肉线段AB线段交直线L与点P 且AP线段等于K倍的PB线段求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实数K的值 第二小题 线段AP线段长为多少 第四题我们在座标平面上 就来做一条直线L方程式2S加5Y-12等于0 而且我们也做出A点跟B点 那么题目说线段AB交直线L与P点 所以表示AB这两点在直线L的一侧 所以我们把这一点叫做A点 那么把这一点叫做B点72这个座标 那么题目又告诉我们是AP线段等于K倍的PB线段 首先我们来求出K的值 那么因此我们要求这个题目 从A点我们事先就做一条垂直的线 那么垂直直线L交点如果我们把它叫做C点 而且也从B点我们也做一条千值的直线 垂直直线L 垂直的这个点如果我们把它叫做是D点 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第一件事情 那我们做AC的线段垂直直线L与C点 我们做VD的线段垂直直线L垂直与D点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这两个三角形 那么也就是说三角形ACP三角形跟三角形 那么VDP这两个三角形就会相似 相似我们是根据大家都是直角对顶角相等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就根据它是AA的性值相似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所以它的对应边也就会乘比例 所谓的对应边乘比例 那么要求是K的值 所以AP边比上VP这个边 就会等于AP边比VP边 那就等于我们刚刚做的垂直的部分 意思就是说就会等于AC边 那么比上VD这个边 那么AC边是什么意思 AC这个线段长度 那么就是距离Distance A点到直线L的距离 比上VD线段的长度 也就是距离B点到直线L的距离 所以这个距离我们就分别计算在旁边 来给同学看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计算A点到直线L的距离 那也就是AC的线段长度 所以就会等于点到直线的距离 分母就是更厚 把S跟Y前面的系数平方相加 所以是2的平方加上5的平方 那分子的部分就是绝对值 把这个点带入直线方程式 所以4乘2 这里我们得到48 5乘上-1 那就是-5再减掉12取绝对值 所以就会等于分母的部分 25加4 所以分母的部分是更号29 那分子的部分就是8-53再减掉12 这里得到-9 我们取决类值之后得到19 我们再来看VD的线段长度 所以VD的线段长度 一样我们利用点V到直线L的距离 那么因此分母的部分 一样是更号2的平方加上5的平方 那分子的部分B点到直线 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所以2乘7得到是14 加5乘上2 这里是10 那么再减掉12取绝对值 所以分母的部分一样 都是更号29 那分子的部分相加结果 我们得到绝对值以后是12 那么因此我们就把它写到这一个地方来 所以A点到直线L的距离 就是AC的线段长度 我们计算出来是更号29 分子9 比上这里是更号29分子12 我们来换算它的比值 分母都是更号29 我们可以把它约分 那分子比我们可以同时除以3 所以这里得到是3 这里我们得到是4 那么因此它的比就是3比上4 第一次也就是说我们就计算球的 那AP的线段长度 比上VP的线段长度 那么就等于3比4 我们来利用内向成绩等于外向成绩 所以AP乘上4倍 也就是说4倍的AP线段长度 那么就等于3倍的VP线段长度 那么题目说AP的线段长度 等于K倍的 所以就把4除过来 我们得到是4分之3的VP的线段长度 那么因此我们就求得K值 也就是说我们的K值 那么就等于4分之3 那接着我们来算线段AP的长度 所以第三点 我们来看这个图形 AP的线段长比VP的线段长是3比4 所以AP比VP 那么线段长度是3比4 那么从这个比例 我们就知道AP的线段长度 那么就等于7分之3倍的AB的线段长度 所以就会等于7分之3 那么AB的线段长度就是这两点 求距离 我们利用公式来计算 所以就是它的S分量相减 那么S分量是4 减掉7整个平方 那么再加上Y分量相减 所以Y分量是-1-2整个平方 那么因此就等于7分之3更号 4-7是33的平方 我们得到是9 加上-1-2-3的平方也是9 那么更号18的意思就是3更号2 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得到是7分之9更号2 所以第一小题要来求实数K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 K的值就等于4分之3 第二小题要来求线段AP的长度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它的长度等于7分之9更号2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